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雪人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画面呢 先把方块拿掉 我们不需要方块 我按Delete 删除 那我还是习惯性的切成两个画面 好 切完之后呢 请注意刚刚有很多人做错了 在这边请你先切成正式讲 切成正式角之后 你做的东西才不会躺平在地上 那这边呢就切相机视角 OK 这样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做缩放 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雪人 我就从这边 我点一下 我觉得我的球可能 第一个大球要放这里 我就点一下 按空白键Add Mesh 这里我一样用一个UV Sphere 好 这样子就把身体做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按Shift D 就做出第二颗球 但是这个球显然太大了 因为雪人的头应该是要小一点 所以我们按S 使得它变小一点 OK 再按G 就让它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OK 这样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雪人的样子 但是雪人有眼睛 鼻子 耳朵 嘴巴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呢 先只做鼻子 因为眼睛和 雪人通常不会做耳朵 那嘴巴的话呢 需要加线 我们先还没有学过 所以我们先加鼻子 那我就加一个鼻子 那鼻子呢 一样是个圆柱 对不对 所以我就鼻子加Mesh Syrin的 OK 圆柱 这圆柱也会免太大了 我用S把它缩小 OK 那缩小之后呢 其实你会觉得怪怪的 那我做一下缩放 做一下缩放的动作 然后让这个鼻子长一点 长一点 那这边呢 再缩小一下好了 错了 好 我再 复复复复复 错了 好 我先切换回原来模式 那我再做一次 缩小的动作 那这个太小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Shift的移过来 这样比较好操作 和S 缩小一点 太小了 雪人鼻子干脆给它长一点好了 我们比较好操作 当然待会你可以自己说 给它长一点 然后呢 我把它转向 因为 这个鼻子应该是要 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雪人的 脸上 好 转向 OK 这样子 这个就转差不多了 我们用G把它移动过来 OK 那这只雪人有点像猪 对不对 鼻子太大 那所以呢 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 好 这样比较像雪人一点点 好 那我们的雪人呢 就做完了 我们按下F12 看看 把雪人没有面对我们 怎么办 雪人没有面对我们 你可以把它转一转 那转的方法是这样 刚刚没有面对 那我可以选 按Shift 选所有的物体 所有的物体 全部一起选 选完之后呢 我把它转过来 OK 转过来 那再按下F12 OK 你看到一个 有点像雪人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再贴 两个眼睛 那 看起来会更像雪人 那目前我们就先做到这里 好 那各位呢 就请你做这个练习 做出一支这样的雪人 那你可以最后可以调一下镜头 这个镜头显然这样子 不太对 对不对 那很多人会在镜头的设定上有问题 那我现在我先 把它拉远 我的镜头才会跑出来 各位 镜头跟一般物件一样 你可以用那个 缩放 然后旋转 通常镜头会用到是旋转 那我稍微转一下看看 这样雪人比较 在正中间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 利用镜头的这个焦距 那把它 移大一点 好这样子 它就大约占满了 大部分的话 我们再一次 这个雪人就好了 OK 当然它还不像雪人 如果你可以当它加个围巾 那当然更好 可是我们现在还不会做围巾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部分就请各位再做一次了 再做一次